接下来带您来欣赏百年经典童话《青鸟》 《青鸟》是1908年由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比利时作家梅特林克的著作 后来改编为一部六幕十二场的象征童话剧 台中玩石剧团以原创剧本演出为主 此次是32年以来首出非原创剧本演出《青鸟》 对换起国人生命价值与意义的思索 寄予无限的期待 《青鸟》是什么 《青鸟》事实上就是幸福 而且在这一部戏里面 像我自己本身演出到的 我们其实整个排下来的整个剧本里面 跟整个呈现的是 其实这里面所有的剧本 是现在很多的舞台剧 很多的儿童剧 它都会去运用到的一些内容 我们从台中的首演到台北演出 就这两个地方演出来的时候 其实很多小朋友 很多家长看完之后 都给我们很正面的评语 它就讲说它是可以教导小孩子 怎么样去做一个判断 而且它可以跟小朋友做一个沟通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剧本 《青鸟》剧中透过一对小兄妹 寻找青鸟的冒险历程 反映个人对现实和未来的憧憬 作者也运用象征手法 以青鸟象征独一无二 人类幸福的真谛 以及大自然的奥秘 成如故事最终小男童体悟道的真理 失彼受有福 尽管寻找青鸟经历种种考验 但从中培养勇气 更懂得知足 原来幸福就是爱的勇气与领悟 十方新闻 黄慧如乌中瑞 高雄采访报道